Hello 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示範的關卡是 潛人起風下 釋放潛人之祕 可以看到我使用的是這個是 水隊 搭配上 搭劫 基本上這一隊的難度在於是什麼呢 處技啊 處技比較難 可以看到這樣槌我們是受不了的 可是combo太多又一次全部清掉了 所以我才帶這隻鴨子來的 好了 再掉我就受不了了 盡量做一吸 那怎麼做咧就是像我這樣 把你的豬拉得長不算這樣 鴨子有就開 這個水豬可以稍微留一下 舒服的話可以就是 做個簡易疊豬 這也不算簡易了 這個已經有點 有點複雜一點 好 看一下齁這個布局 看一下齁這個布局 喔 喔 我 我忘記開鴨子了 呃啊 他給我轉裡面那一顆 Shit 對他會優先轉火齁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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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要幾回還一回合啊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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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現在就不要再再用了 過 加上 呃 黑 痾 消息 箔 不要水 這邊要來個 我的跌桌會壓掉 好吧 好像是屬於一個失誤的狀態 中間是4000滴 這怎麼打勒 就是這樣打 我們直接破防 給他一個痛快 應該不會天降五根豬吧 perfect 這就是我要的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做一個 處計的動作 那處計之前的話 先做一個強化柱出來 鴨子 再來 把我那個火柱鑽斷掉 那火柱還是蠻愛眼的 再來再來 因為我想把暗珠轉掉 因為我想把暗珠轉掉 好 好吧 就這樣吧 不然間我會有點貪心 又想要多一COMBO 喔 這樣應該還好啦 不算太貪心吧 還沒死耶 還真撐捏捏的有夠硬 我最可怕的 好像在這裏 這麼必要這樣摧殃我就對 3 5 7 下去會死掉 開一下吧 邊打邊補 把鴨子先開一下 哎呀 好減載 有殘血就好 只好幫我爭取一點點回合術 這時候只要不要消到那個 強化珠就好 不要消到強化珠就好 水 6 5 35 黑合都要全體攻擊 水火木 這個 水 火 暗 水 火沒有 木的先把它削一下好了 好 其實怕實在是痛 沒把握的我們就開下去了 水豬今天還要消到 好 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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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回合金益就不開牙齒了 火柱我要消到 這回合材料 就要等到 那些被他利用 就像快對 那些被他利用 這東西很厲害 這回合金益 我能輸給給他 全都覺得很健康 大概一半我想一下都還沒有溫 而且在吸第2有沒有 可以輕輕的打一點點就好 一點點 好 停了 停了 喔耶 喔 舒服 當然我們是希望拖到水妹可以出來 不過看起來應該是沒什麼機會 這邊 我決定開這個水準 打擊流的下一步我看可不可以再爆發一下之類的 好 飛招好 好 謝謝各位 當然我們這時候火油千萬不能開下去 因為我不打算打這一隻 所以謝謝各位的觀賞 掰掰 離開戰鬥 損失吧 謝謝各位 悲劇的觀賞 掰掰